自由 所以自由是因為寬容而存在的 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嗎 我最近在辦那個九號房市基金會 有多少企業跟我講說他可以捐錢他不要掛 今天如果是民國六十幾年 四十年前你知道 這種民主才開始在啟蒙的時代 捐錢給黨外都不要收集 也不要那個紀錄了 那就算了 今天是2013年 還有這種現象 逆名捐款 他錢可以給你他不要掛名 那他不要被共民黨知道 他不要被大陸知道 台灣今天連捐錢的自由都沒有 我們台灣還有自由 再來法治 其實法治 依法行事 依法不依人 法不恙計王 隨時修訂 定期宣討或緊急處理 其實 最好的管理是不用管理 你就把法定在那裡就好了 就大家依法行事就好 中國歷史上的法治 只有一個人變法成功 商量 為什麼 因為他做法制度 這表示說他創造出來的法 已經超越了他個人 可是 你看看我們平常 不管是中國或台灣的法治 我們的法律是參考用 有關係的沒關係 沒關係的有關係 我們常常公布法令 你知道三分鐘熱度 以前不是說什麼坐計程車或是要綁安全帶嗎 實施兩個禮拜 現在還要再實施嗎 沒有了 法令齁 不要輕易發布 要發布就要徹底執行 你發布啊快又不執行 搞到之後老百姓對法律不遵政 再來齁 故意不寫清楚 甚至故意根本沒有 我講哪一個你知道 免得保外就醫就是啊 他說保外就醫不准 我說好啊 不然你把保外就醫的條件解清楚 啊我們去申請 如果不符合條件就認好對不對 你把保外就醫的條件啊 申請程序 嚇出來 法務部也不肯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寫清楚了他就不能上下棋手啊 對不對 所以常常就是 寡沒有 不然就是有法令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執行 搞到人人犯罪的法令 那國歌又倒上來 其實齁 正職誠信齁 他是應該是一個 寡制的最基本的基礎 我在蘋果日報寫這一篇 你看 我的存在見證台灣的荒謬 你看 這段落下 一個人因為講實話 變成這個社會的英雄 表示整個社會都在說話 道德和勇氣 這句話是錯 做道德應該是很自然的事 做道德的事 需要勇氣 不對是這個社會 我要講齁 這一次那個 洪仲 我要講齁 最近洪仲秋這個案子 他為什麼變成熟 他只是因為在離營座談會 只要放泡而已 你放泡 你死 把你修理 結果把他修理死了 這個案子下去 將來齁 所有的父母 對他的兒子要去當天 他會怎麼跟他講 你如果去找一邊齁 叫他拚拚拚拚拚拚 你別說話 睡著爸爸 我們自己放大 我們就可以了 你知道嗎 你就對方說話 不是這樣嗎 洪仲秋這個案子 你知道嗎 導致我們說 如果一個社會 因為講實話 需要勇氣 這不對就是這個社會 道德勇氣 這句話是從 做道德不需要勇氣 做道德是很自然的事 為什麼要在有這個社會 做道德需要有勇氣 這是一個問題 政治誠信 是法式的基本條件 講話要算話 台灣的政治人物說法 是人民總統出來的 黨產 馬英九有沒有說他處理黨產 有沒有 有 是不是說過很多事 有沒有處理 有 他有沒有說謊 有 可是你不那個 藍營的選民他會怎麼講 那個是選舉語言 你不要當真 馬英九有沒有說 什麼633政策沒有達到 他薪水要捐理判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捐出來 沒有 連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所以 政治人物 講謊話 他不當作一回事 就覺得老百姓不是 那個不要 柯教授你不要 不要介意 那個是選舉語言 你不要當真 我在美國處夠 你知道 我才知道說 為什麼尼克森會下台 尼克森做錯什麼 尼克森就是水門案 被人家逮到 講了幾個謊話 如果講謊話就要下台 台灣政壇空 只要我們這個社會繼續講情理法 我們就是落後的國家 為什麼 你知道 因為法要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法外無法 法是人民唯一遵循的標準 所以 當一個社會講情理法 那是落後的社會 因為情理跟法不應當是對抗 法要合情合理 把一切都包含進去 讓法變成人民唯一遵循的標準 這才對 所以 你講情理法 就是故意留下模糊的空間 讓他有上下其手的機會 人權 江國親案 江國親案為什麼發生 這是 布立雄跟我講的 他說 法官是對證據負責 還是對社會交代 當然法官要對證據負責 我們都很希望一個世法 百分之百正確 可是當世法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正確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湊在哪一邊 是湊在把有罪的判成無罪 還是無罪的判成有罪 江國親案就是這樣發生的 這個 監察女童 人神共問 說法官檢察官用壓力 趕快抓人 把江國親抓來 可是那個證據就是怪怪的湊不起來 這時候他面臨兩個選擇 他在把有罪的判成無罪 還是無罪的判成有罪 他湊在哪一邊 結果他選擇把 無罪的判成有罪 江國親案就是這樣發生的 江國親案發生真正的原因在哪 程序爭議 你如果按照程序去辦 就沒有事了 可是他就是不肯 我自己被監察院彈劾過了 我有很深的感觸 大陸不是我開的 電話不是我接的 今天不是我做的 怎麼搞到最後最後一個人有罪 我現在看江國親案 跟你們的感覺完全不同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江國親你怎麼辦 人不是你殺的 怎麼會有恐怖 怎麼會有自白書 倒立江國親當年是怎麼被打的 可是江國親案 我最不能忍受你一點是什麼 因為江國親案 升官 技工 領獎金的人 有人退回嗎 沒有啊 所以你看監察還怎麼 那彈勒我他怎麼跟我講 他說彈勒你喔 你去做工程會替自己澄清啊 這什麼屁話 我告訴你 你給人打賽嗎 你把他洗給清洗乾淨就好 你也炒什麼 哪有這一回事 這個齁 講到今天齁 我們台灣還是一個有人權的國家嗎 沒有嘛 這還是齁 我對台灣司法的最大的控制 其實我認為阿扁執政八年 最大的失敗 轉型正義沒有成功 對 施法 不可以是政治工具 更重要 施法不可以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再來齁 關懷弱勢 紅仲秋漢 其實我跟你講齁 事情發生了齁 其實就誠實面對 把問題解決就好 你只要按照這個齁 這個禁閉的申請 審核程序道律對不對 這禁閉室的設施有沒有問題 還有齁 出事齁 到底怎麼叫衣冠的 他這衣冠的職務 他到底可以做什麼事 他說 你期望這個衣冠做這種事 他要得到什麼樣的訓練 還有齁 後送系統 還有後送醫的作用能力 其實齁 只要把這些問題齁 哪個地方有錯齁 列列燒燒就好了嘛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齁 交籤 我們在媒體上說齁 賤人就是交籤 我們沒有要叫國防部長下來 不需要 可是齁 請辭是不對 衛留也是不對 因為這很清楚 就是表態嘛 在做戲 做秀 然後齁 一開始是絞情 後來開始找替罪羔羊 我跟你講 一開始找衣冠 我現在很怕的 他將來是找那個接護士替罪羔羔 我跟你講齁 這是共犯結構 不是一個人 所以不應該找替罪羔羔 那最後再次引誓啦 拖延齁 最後是馬總統的保證 馬總統的保證你相信嗎 相信 威力賓那個 不是他保證 一大會他保證出來 所以馬總統的保證 已經沒有用了 你看 這個齁 關懷弱勢你知道齁 其實洪仲邱這個案齁 那個什麼國防部 拖延造假 那個就不去理他的 其實對我來講齁 最感到難過是這件事情 其實洪仲邱 送到天神醫院 他就已經修課深度昏迷 我比較難過是一個人 從正常到深度昏迷到修課 他中間一定有經過一個接管 在過程當中 為什麼沒有人 說好好好不要再修理他 停了停了 我就這樣考慮 這個齁 這個是一個集體霸營 社會意義 我最感到難過是 人性怎麼會喪失 我們對這種 就好像一群人齁 圍起來打一隻狗 你知道嗎 那隻狗被打得哀哀叫 甚至被打到火腳 你知道齁 為什麼別人說 好好好不要再打這隻狗了 好停了停了 如果你知道齁 在這個集體霸凌的過程當中 至少有三天 如果有一個人出來說 好好好不要再欺負他的 他就好了 今天他就可以被整死了 這個讓我想起齁 二次大戰 那個納粹的集中研 當德國的軍人 在殺他一些猶太人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不覺得說 他是怪怪的 那個是齁 1940幾年齁 70幾年 70年前就算了 今天是2013年 洪仲秋這個案子 你知道齁 給我最深刻的反映是 作為一個台灣人 你知道齁 我們的社會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人與人之間 怎麼會沒有同情心 沒有關懷 或說我們對這個弱勢就好 不要再修理他 就這樣好了 所以齁 我們常常齁 缺少生命觀的教育 我是誰 我為什麼活著 我活著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人活在世界上 到底要做什麼 這個就是齁 我要講的 一坨大便的啟示 我的老師齁 退休了 大家說什麼 先去退休嗎 你請你比較好 我說好了好了 我跟我的學長 跟我的老師 去來來安東天吃飯 來來安東天就是華國餐廳 你看 三個人吃掉兩萬六千塊 我齁 去的時候我也搞不清楚 都亂點 你知道齁 我沒有看家目標 亂點 快點 快看到帳單 兩萬六千塊 三個人吃兩萬六千塊 我第二天上廁所 一直看我的大便 八千多塊 製造出來一圖 可是齁 各種平常在台大院地下室齁 一樓吃了那個七十塊的製作餐 都看不出差別 這個齁 這個就是一頭大便的啟示 世間的名 你知道 榮華富貴 其實想起來齁 就是一頭大便而已嘛 你知道 一頭大便 其實齁 林醫師要是有這種修養 他就回去貪污 你貪得嘴 已經去衝起來了 世間的榮華富貴齁 就是一頭大便而已 所以齁 這是我 我最近的那個 發生的你知道嗎 我當時被監察很堪貨 你知道嗎 我就很氣你知道 我說刀不是我開的 電話不是我接的 檢驗也不是我做的 怎麼會只抓一個人呢 我就去法谷山找那個果冬 你知道嗎 果冬法師 我說齁 弟子心中有掛的 請達師開始 他講的這四個字 感恩報恩 你說齁 以前那個榮種瘧疾 榮種瘧疾事件 你們大概一查 榮種瘧疾事件 就是有那個 他那個顯影劑 從不使用 他後來被誤掌 有一個有瘧疾的誤掌那個顯影劑 他後來感染後面六個人 榮種瘧疾事件 院長下來 主任 主治醫師 總醫師 殘送十一年 最後是判刑一年 反刑三年 然後那個打針那個 那個作業醫師自殺 他說齁 榮種瘧疾事件 死傷殘重 你台大艾滋病事件 你一個人就砸掉了 他說因為齁 你社會症犯過 這個又被擋住 所以齁 所以齁 你知道齁 上天給你這麼大的能量 你知道齁 所以你知道齁 因為你有這麼大的能量 所以你更要對這個社會齁 要去服務 我心裡面都在想齁 這個大和尚實在很會呆 不過齁 我會來想一想齁 還是對難 其實齁 在各位面前 我也不用太謙虛了 我當學生很少考第二名 我跟你講 那個齁 把那個卡一山齁 一天公平 都平常不運動的 坐上腳踏之後 就可以造一圈 台灣一圈回來 這個齁 腦力體力齁 都是超強的 但是齁 我們有這種能力 難道用我們的優勢 去欺負別人 去 去占家便宜嗎 不是嘛 所以齁 在國東講那句話 我想了很久了 敢跟抱歸你 如果上天給我們 有特殊的能力 比較強的能力 難道我們用這個能力 去欺負別人嗎 不是嘛 應該用這個能力 去當作更多的人 所以我講這個齁 環境保護永續精靈 包括核四 你希望50天後 台灣是什麼樣子 你現在所作所為 是不是朝那個方向前進 其實這樣想就好了 其實所有台灣的政策 只要問這兩個名字就好 所以你是用什麼樣的時間單位 來考慮事情 四年二十年還是一百年 核四就是這樣啊 只考慮四年 核四當然是蓋 考慮二十年 好像就不應該蓋 考慮一百年 根本就不需要蓋 因為齁 我們要選擇齁 留下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 這是齁 我覺得這是齁 在台灣 考慮台灣共識當中 最重要一點 timescale 考慮了思考換回 核四 我跟你講齁 他中間都停工過 等到那個包核四工程跟我講說齁 當時預算撥下來 要再執行了 結果聽說是什麼不蓋 如果齁 預算撥下來 以台灣人的個性齁 錢撥下來了 齁 要蓋這個工程 那以後不要用 你為什麼蓋 軟器 我跟你講齁 核四已經蓋了十四年 還不能管控 一定是有問題 這個齁 這也是齁 我要講的 我當過十七年 台大醫院外科交互病房主任 我是台灣重鎮醫學最高的部門 我現在就明明白白的告訴你們 沒有核化在應變方案 因為我不曉得如何疏散五十萬人口 我寫不出那個計畫案 這個三個全部加起來至少是兩百萬 任何一個都是五十萬以上 核能發電廠一旦出事 要疏散五十萬人口 根本就是不可能 我跟你講齁 很多國家都有核能發電廠 廢話我也知道 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出過 明尼蘇達 明尼蘇達 明尼APLIS 北方就有核能發電廠 可是距離明尼APLIS 兩百公里 世界上 因為把核能發電廠 蓋在大都市三十公里範圍內 今天這是核能發電廠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反對核電 我們是反對核四 因為這個台灣的結構就是沒辦法蓋 所以齁 其實齁 這個核四齁 距離國民黨部只有三十八點六公里 那問題是沒有遺卡台灣人民怎麼辦 其實那些人齁 今天贊成蓋核四的人 他的心態就是 出事就算了 他也必要 不會老去台灣 問題是留在台灣人怎麼辦 這個齁 我們比這樣台灣跟日本 誰做事比較可靠 好像沒有幹子 好像日本做事比較可靠 第二條 比台風地震海嘯誰比較多 我跟你講最起碼兩個人一樣多 所以台灣的核電廠很安全 這個你相信嗎 這個齁 其實齁 國民黨有氣憑齁 但是齁 蘭嶼廢村 把蘭嶼全部搬走 你蘭嶼又要住人 或者那個蘭嶼可以放那個核廢料的地方很小 事實的真相 蘭嶼的核廢料早就裝滿了裝不下去 所以核一核二的核廢料根本沒有搬出來 他一直放在核一核二廠裡面 我跟你講齁 一個人齁 把他的肛門紅起來 然後我跟他講說 營養好吃便宜衛生 你吞得下去嗎 瓜尼核市場 國民黨先回答一個問題 核廢料你要什麼處理 先告訴我 你這條不回答 你不要跟我講那個 你一個去肛門提起來啊 你核廢料沒有辦法處理 你蓋什麼核電廠 沒什麼運作 我跟你講齁 不要跟我講什麼很大的理論 我只問你這個題目就好 核廢料有什麼處理 你先告訴我核廢料有什麼處理 我們再討論核市什麼運用 六千的故事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去演講 我說五十年齁 宜蘭蘭要紀蘭 10年來 所以說會紀念什麼 他拒絕六千 陳定南當縣長的時候 拒絕六千 後來六千就搬到雲林去了 這個 陳定南拒絕六千 然後他留下了 他在核東運動公園 東山河 他給台灣留下一塊乾淨的土地 我演講完齁 我說五十年齁 台灣人也要紀念陳定南 是紀念他拒絕六千 我講完以後 台大公衛系的那個 詹長全教授 他說免得五十年 我現在就答案 他說 六千後來搬到這個台西去 你知道現在台灣圈子 海鎮最多在哪個地方嗎 你看這個樣子 就知道他海鎮最多了 詹長全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他比較雲林跟宜蘭 在六千蓋之前 兩個地方 國民所得一樣 平均壽平一樣 六千蓋下去 再隔了六年 現在 國民所得還是一樣 那人家說 啊 這個六千蓋在那裡 不是這個 就業機會比較多嗎 因為賺的錢 去繳醫藥會剛好繳完 所以一樣 但是齁 目前齁 雲林的平均壽平比 依然少掉0.8歲 所以齁 你知道齁 你的詹長全講了 你知道嗎 齁 再下一個演講者是那個 雲林縣政府齁 那個副院 那個副縣長姓四人 他說齁 那不是人家 人家中間 他說齁 蛤蜊齁 蛤蜊在咬舌自盡 他說齁 蛤蜊齁 打開頭 你知道齁 受到驚嚇的時候 八個蓋起來 那個做出來不及 生回來 生縮回來 咬下去 他說齁 六千蓋的鞋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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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棒殼 每天咬舌自盡三次 沙扁在挑你的 你說齁 那是人家中人氣 誰叫人咬舌自盡 你知道嗎 從剛才講的例子 你知道齁 台灣何去何從 那當然是這樣齁 有關台灣的任何事情 回歸到一個叫 建立台灣社會基本價值 把它做我們台灣共識 就是這個 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關懷弱勢 環境保護永續經驗 所有的思想 回到這一點 因為 在這一刻這一秒 台灣這一次都沒有做到 而我相信這個是不分難比 他都會接受 我們應該把這個建立 當作我們社會基本價值 做我們台灣共識 從歷史中找答案 1842年鴉片戰爭 中國戰敗 前南京條約 1853年 美國的軍艦開進日本東京灣 在日本的歷史齁 叫黑船來航 中國跟日本 同時面對西方列強的挑戰 兩個國家都開始自強運動 中國叫同治維新 日本叫明治維新 同治維新的內容是什麼 輪船 造炮 鐵路 他的口號叫 私以至長跡以至於 明治維新做什麼 君主立憲 設議會 小學校公益物教育 結果1894年 甲午戰爭 中國戰敗 1895年 清馬關條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船艦炮利 不足以挽救過中國 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制度 所以齁 一個國家 不是他有高鐵 有捷運 甚至有開工船 他就是文明的國家 所謂文明的國家 是要重新界定 社會基本價值 所以齁 台灣 未來 20年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界定一個社會基本價值 在這個社會基本價值之下 去發展台灣 蔣慧水 在1921年就寫了這個東西 病人姓名 台灣島 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額 病因自治營養不良症 處方 正規學校交易 補習交易 幼稚園 圖書館報社 其實齁 蔣慧水在90年級就講起了 救台灣要從文化救起 台灣以前出版業最高1年600億 現在掉到150億 大概存四分之一 我要講的是齁 一個不讀書的民國家齁 你覺得 還有什麼前途 台灣人現在有一個很大問題 我在揮士服口 我就有發現齁 我寫那個腳踏車 環島遊記 十萬人看 寫這個國家風的 十萬人看 然後齁 那個寫那個比較長的齁 洪賢賢的那個 一個網路高齁 只有五萬人看 同一個作者 寫的內容差不多 長那個 讀的人齁 多跟少怎麼決定的 你知道 文章的長短 所以後來 我現在發現齁 目前的台灣人民齁 已經沒有讀那個 應輸的能力了 更長的就沒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們 目前才是真正的危機 你知道 我去過黃花崗 你知道齁 我當時走一下石碑齁 摸著每一塊杯子 我在想一個問題 一百年前的三明二十九號晚上 中國最頂尖的知識分子 以什麼樣的信念出發 幾百個人齁 拿著短槍進攻量廣傳度 清軍有十二萬 那神經病 這怎麼打得贏呢 所以齁 這個我要講一句話 人因有夢想而偉大 這個是齁 新加坡的金沙酒店 我兩年前齁 去新加坡齁 正在那裡看齁 其實蠻羨慕的 這樣 這是國立的象徵 國民所得齁 五萬美金才蓋得起這個東西 台灣是這樣齁 台灣很明顯齁 就是變南韓逆傳 我們又遇到中國在崛起 其實台灣真的需要加油 所以齁 我的想法齁 台灣好 台灣可以更好 我們要做一個齁 人人敬益的台灣社會 所以這就是我的口號 你知道 A的N次方 A大一齁 A的N次方就是無限大 A小一齁 A的N次方 很快就趨近 什麼叫A大一 你知道 你對社會的付出 多於你對社會的奪取 這社會就越來越好 你對社會的奪取 多於你對社會的付出 這社會的 越來越萎縮 其實齁 人生的決定只有兩種 一個有插管 一個沒有插管 但是 都是死掉 有人會把死亡當作人生的目的嗎 不會嘛 所以齁 人生只是個過程 有這個想法齁 我們來 我們來死亡這座 你知道齁 其實只是個過程 你知道嗎 所以齁 明天沒有會把死亡當作人生的目的 既然人生只是個過程 你知道嗎 我們為什麼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所以齁 後來提出一個口號 悲觀進取 人一定會死 這實在是很悲觀 可是齁 不放棄對人事的付出 你知道齁 努力齁 要進取 悲觀進取 所以齁 國家的力量在國民全體 你知道齁 美國為什麼不怕選舉 因為美國國家的力量 不是在政府 他在NGO 非政府組織 還有那個大企業 美國的大企業 超過一百年的齁 一大堆 英國日本 為什麼不怕選舉 因為 因為他國家的力量 在文官制度 台灣齁 剛好兩樣都沒有 我們沒有大企業 文官制度也沒有建立 最糟糕的是齁 有任期的選舉制度 加上沒有歷史觀的領導者 健保我很熟悉 二代健保 根本沒有解決問題 二代健保 只是讓健保 擴殘的時間 往後一二年 今天那些齁 老人年輕 什麼工薄 勞薄 軍薄 什麼薄 通通會破產 大家都曉得 可是為什麼政府不處理 因為破產的時候 我以前不是總統 我趁你去死 這今天最大的問題 所以齁 有時候政府 不是那麼可靠 你知道齁 我們知道齁 深增台灣的社會力量 能不能借實齁 改變台灣的政治型態 這是我的 會嚇壞 你知道齁 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 以是非對錯 決定輸贏的社會 台灣過去十幾年 最大問題在哪 有時候我在比較 中國跟台灣 你知道齁 中國那一邊齁 他的政治領導人物齁 除了李克強以外 全部是工學院 台灣這一邊齁 李登輝以後 全部是台大法律器 律師你知道齁 律師你知道齁 律師最大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齁 他只有辯言跟辯助 他們是是非對錯嘛 所以齁 將來齁 台灣歷史會怎麼寫 你知道齁 馬匾十六年 合起來就是一個騙子 其實齁 台灣政府是最大的問題齁 其實十幾年來齁 全部在耍嘴滴 所以我們要能不能 建立一個齁 比是非對錯 決定輸贏 而不是變言變錯 所以我能不能齁 脫離藍綠惡鬥的泥道 訴諸社會基本價值 什麼叫社會基本價值 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關懷弱勢 環境保護 永續經驗 所以齁 能不能以彩虹合作 來代替藍綠對抗 有人問說齁 這到底是藍藍綠的 我說我是白的 我是醫生 我穿白頭 所以我是白的 因為是白的 你知道齁 所以在上面塗各種顏色 所以能不能藉此齁 來建立一個齁 彩虹合作齁 來代替藍綠對抗 其實齁 我們能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心靈 來處理複雜的事情 我每次想起齁 以前余茂毅講過一個笑話 有一次齁 現在那個台北總總院長余茂毅 有一次他開完刀以後 你知道嗎 他很慎重的跟他的那個助手講說 叉叉一次 這台刀本來很簡單的 是你讓他變得很困難的 其實我跟你講齁 台灣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難 是馬英球讓他變得很複雜的 你知道嗎 所以齁 我們能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心靈 去處理複雜的事 不知道第一位華谷山齁 那個水月觀音田你知道齁 從他看出去你知道齁 其實看出去齁 就是空滿 其實事件的事沒有那麼簡單 心靈沉靜 心靈把它把這個心靈簡化 其實事件的事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我問幾個問題齁 為什麼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吃起來 我在講齁 台北火車站前面那個公車專用道 我每次從台大醫院齁 做計程車去三重醫院齁 去開會 十個家庭加斯基 我那個公車專用道很爛 我的問題是齁 每個人都說他爛 你知道嗎 為什麼擺在那裡那麼多年不能解決 這第一題 為什麼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吃起來 第二題 為什麼有法不必執行 其實齁 我是醫生嘛 對健保法我很熟悉 健保法第13 健康保險法第13條 不經轉診齁 那個 負擔比例是要增加的 還有那個加義制度 其實健保要實施齁 一定要齁 加義分級轉診 論人計程 這大家都曉得 可是齁 明明健保法就有規定了 可是我們法律都不執行 所以為什麼一個法律定在那裡 可以不執行呢 再來齁 為什麼沒有法 我要講的是齁 比方說齁 保外就醫 今天陳水扁那個問題 保外就醫 不然你就把規則定清楚嘛 大家就沒法講 就定個法就好了 還有齁 我們為什麼弄個法 讓人人犯罪 這就是台灣目前的現況 你知道嗎 我們目前的問題 這些有那麼困難嗎 沒有嘛 你只要很誠心誠意的去做 問題可以解決的嘛 這個齁 我知道今天來齁 很多人在問我說 那下一步要做什麼 做市長 這是 這當然這個齁 酒量皇室基金會齁 我還是會推動 因為 因為我中間出國半個月了齁 然後 我回來後發現我們那個 台大醫院跟台大醫學院 八月一號要換院長 你知道嗎 我只是有點更動 所以慢一點 不過我還是會把它弄起來 所以酒量皇室基金會一定要做 另外一個是叫深淵中心 你知道 我常在想 我們能不能站在老百姓這一邊 我說相對於國家機器 我們不是去 以老百姓的這個地場來看 有沒有因為制度的不公不義 而受破壞的怨 你知道 我打算成立一個 因為我大概有 找了一些律師界的朋友 組織一個律師團 我們預計在三個月內 成立一個叫深淵中心 我們要處理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制度 不公不義造成的冤暗 或是被破壞 我們蒐集這些題目 你知道 虛心的向民眾學習 因為齁 坦白講 當市長也是要先修辦 切齒 第一步 向民 站在老百姓這一邊 向民眾學習 看看這個到底有沒有哪些問題 開始練習 我去解決這些問題 好 這個齁 今天的演講齁 我的部分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 謝謝 阿倫 柯醫師 留下一個齁 阿倫 太平了 最後 我們有幾個時間Q&A 不過要Q&A 之前我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入門的時候 有請大家簽到 留個手機的號碼 因為我們準備在 十月底 十一月初 辦一場 比這個大兩倍以上的 好